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四百二十四集 对了 刚才我登录了你的邮箱 朱少景说 他给你发错了一份邮件 让我帮他删除一下 我本来是不想帮他的 没想到 密码被我蒙对了 我担心密码会被他看到 所以 你还是把密码修改一下吧 即便周少景说是发错了邮箱 宋卿尘也不会轻易相信 心里一直都防着他 他又找你麻烦了 是吗 听到周少景三个字 纪正廷的声音 冷得像是附了一层冰淋一样 没有 真的没有 宋卿尘 当然是不能告诉他刚才的事 不然的话 他肯定不会放过周少景的 邮箱密码由你来负责改 我现在在外面 不方便 可是 我不知道改成什么 接我们信使的字母 加上我们的生日 这样 会不会太简单了 你可以任意加个符号 嗯 那我在最后加个问号 你记得就好 可以 你等一下 我试试 宋卿尘从地上起来 坐到沙发上 将电脑打开 然后进入邮箱更改密码 很快就显示更改成功 已经改好了 现在说 为什么要哭 没什么 就是有点想你了 电话那头 安静了片刻 季正廷低沉的声音 才又传来 嗯 我很快就回来 很快是多久 如果季正廷 能在自己身边的话 周少景 就不敢对他 做那些过分的事 说那些不知廉耻的话 你希望是多久 马上 立刻 好 最后 宋卿尘也忘了 电话是什么时候挂断的 只是一个人 呆呆地蜷缩在沙发里 像只脆弱无助的小猫咪 周少景握着手机 听着他们的对话 是又恼火又欣喜 恼火的是 宋卿尘居然前脚帮他做事 后脚就去告诉了季正廷 欣喜的是 成功搞到了季正廷的邮箱密码 周少景那些给季正廷发错邮件的话 本来就是编出来的幌子 目的就是为了弄到季正廷的邮箱密码 宋卿尘担心的没有错 他输入密码的时候 周少景将他输入的每一个数字 都看得清清楚楚 也确实记住了密码 但是他没想到的是 宋卿尘居然这么快就出卖了他 还好 并没有影响到他最初的目的 第二天 宋卿尘准时下楼吃饭 忽然又想到 母亲这个点可能在上班 刚坐到餐桌上 便站了起来 少太太 是早餐不合胃口吗 管家见宋卿尘没吃 又站起来要走 便问道 不是 我突然想起还有点事 你帮我打包一份三明治和牛奶 我路上吃就行了 好的 您稍等一下 管家应声后就进了厨房 宋卿尘现在在这个家里 多待一分钟都觉得是煎熬 很快的 管家将打包好的早餐 拿出来给他 接过来之后 宋卿尘就在门口换了鞋子 准备离开 可是 又好想知道 母亲在这里工作的怎么样 管家 宋卿尘叫住正要去厨房的管家 管家走过来 少太太 您还有什么吩咐 新来的几个庸人都怎么样 都还不错 一直安排在老太太那边 一个安排在大小姐那边 剩下的都在咱们主楼 哦 他们都安排的什么班次啊 暂时都是早班 等适应一周后 就开始调班子上岗了 嗯 西楼那边就安排新人上一段时间早班吧 鞋铃刚好也才回来 白天人多一点伺候着 宋卿尘想来想去 母亲还是上早班比较合适 早班就早上那么点时间容易被撞见 等他回来 母亲已经下班了 如果是条中班的话 晚上遇到的几率会很大 夜班的话 熬夜伤人不说 而且整个时间都是在一起 撞见的几率最大 管家倒是没多想 好 听您的 有没有听说 鞋铃对新人满不满意 这个倒是没有听说 不过 大小姐刚出院 心情可能有点不好 今早上 还把佣人们都统统骂了一顿了 我正打算过去问问 看是因为什么事情呢 宋卿尘有些担心母亲会受委屈 那你赶紧去吧 回头给我打个电话 看看是什么原因 好 我这就过去 宋卿尘看着管家离开 想在家里等等结果 但是上学又要迟到了 最后只好先去上学 待会儿管家 应该会给自己打电话 以前见惯了 季灵把佣人骂得狗血淋头 所以也就习以为常了 可是 一想到母亲也会受到这样的遭遇 一颗心 便揪成了一团 季家 西楼 你这个佣人到底找没这脑子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的药必须用热开水充容了 你看你充滞什么 能喝吗 季灵坐在沙发上 端起杯子 颇像站在一边的宋母 水溅得到处都是 宋母身上被泼湿了 也没有躲一下 另一个佣人在一旁求情说 大小姐 您别生气 她是新来的 不懂规矩 您消消气啊 新来的 季灵挑高深陷 轻蔑的目光扫了眼宋母 看她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 便觉得气不打一处来 都来了好几天了 还好意思说是新来的 你当我们季家招不到佣人了 招她这么一个 吐不辣鸡的乡巴佬 佣人不敢再多说什么 只好退在一边 大小姐 您消消气 我就是觉得啊 刚烧开的水冲药 会把药性给冲散了 所以才用温水给您冲的 您要是不喜欢 下次我一定会注意的 宋母没想到 自己一片好心 居然还惹来了一堆麻烦